中港將會逐步恢復通關 但兩地疫情都升溫 有學者說現時內地受感染人數多 許多大城市正處於大海嘯時期 通關會有風險 但本港大爆發的機會不大 可能各有不同的目標 可能是想打疫苗 比如想買抗病毒藥 其實我們需要做好準備 但我也認為整個風險 基本上都可以控制 金棟硬建議在關口透過核酸檢測 盡早運出患者 病人或需要去到足高灣隔離 港府要事先做好規劃 它預期通關初期人流不多 即使有旅客受感染 也會以輕盛為主 有藥劑師就預期通關後 會吸引大批內地人來港買藥 在這段時間 本地藥廠應該盡快加大自己的產量 尤其是那些舒緩性的藥物 即我們稱為食藥 加大產量 與此同時在公營機構 即醫管局 他們都應該和一些藥廠 初商即早點快點 去多些買 採購一些藥物 令到儲存量會高 另外 內地沒有mRNA疫苗接種 崔俊明說 不少內地人想來香港打針 他建議必須收費 否則只會吸引更多人來打免費針 影響本地市民接種 東網記者孟家琪報道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大致